說一件事給你聽 最近這十幾二十年 由於工作的關係 長國很多時都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人 他們都是很不可以的 例如是很生病 或者是人際關係很差 經常覺得自己沒有運行 他的事業又不可以 甚至有精神問題 想自殺那些 經常都不開心 這些人原來有一個共通的特點 我初初不知道 但是看著一個 接觸得一百幾十個 我就改立了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原來他們多多少少 都是跟爸爸媽媽是不行的 或者一起住或者不是 或者是他們的老人家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總之他們就是懷恨在心 或者如果是仲在世 就談不來 甚至是吵架 甚至是面左左 什麼都有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原來這裡是有些巧妙的 後來我就接觸了很多高人 做過很多訪問 參加了很多課程 看了很多書 原來是真的 原來是真的 即是說 那些專家 高人 都一致公認 如果一個人 跟他爸爸媽媽關係不好 他真是壞了一輩子 不是這個不是詛咒 而是 真是這樣 我一直都在研究 還有 就是 一下子不小心 在這段時間裏面 長哥就有辦法幫到很多人 跟他爸爸媽媽修和 他媽媽修和 即是 好起來 關係改善了 就看著他們 整個人不同了 開心了 舒服了 睡得好 病又醫好 更離奇的 就是他們的 嗯 這條命好了 幸好 事業愛情各方面 都很行的 只要他們肯動手去改善一下 就不同了 原來真是這樣的